爆炸出来变成了宇宙 所有生命 一切万物都是这么来的 我那一天问这个钟波斯 我问他 什么时候爆炸的呢 我们现在这个宇宙是什么时候爆炸的呢 他说不出来 我说 我知道 其实这个事情我说过很多很多遍 你们如果真听懂了的时候 科学上这些问题也问你 你马上就答复出来了 刚才我还讲过 大处出生 随处灭境 人王经上告诉我们 一弹指有六十刹那 一刹那九百生命 那个生就是被献了 灭就着回归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现象是什么现象 相续相 所以《金刚经》上讲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跑炎 如路亦如电 应作如是惯了 这个宇宙一切现象不是真实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 他爆 爆得太快 立刻就消失了 第二个又爆 那个原点无量无边 不晓得有多少 那这个原点是什么呢 科学家说不出来 佛没有说 但是佛虽然没有说 没有说宇宙原点 我们晓得 那什么东西呢 阿赖耶诗里的种子 佛虽 阿赖耶诗里的种子没有形象 如果有形象 静虚空变发界也容纳不下 他们现在去推算的是原点 那么小的一个点 那些点也等于空了 你看一根头发的直径就排一百万个亿亿亿 今天科学再高明的仪器都没有办法观察到 为什么呢 你要把这个原点放大一百万亿亿亿倍 你还是看不到 必须再乘一倍 你才把这个原点看出多大呢 像一根头发那么一点一样 不可思议 不思议境界 这个是佛经上讲的宇宙真相 现在科学家在数学里面推论出来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观察得到 因为几乎不可能 把一根头发要放大到一百万亿亿亿倍的平方 你才能看到那一点 就像头发的切断的平面 那么一点点大 那我们知道江本圣波斯看那个水接近的那个显微镜 只有两百五十倍 观察这个水接近 那你要观察这个微尘 佛经上讲的微尘 他们科学家讲的宇宙的原点 那个显微镜要能放大多少倍呢 一百万亿亿亿平方 你才能够看得到 否则的话你看不到 现在这么高的科技 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 所以这个是故方设想 等着菩萨清楚了 很自在了 原点也能进得去了 告诉我们没有大小 那是这个自信变现的 没有大小 原点不小 宇宙不大 没有远近 没有先后 没有远近 没有距离 没有先后 没有过去现在未来 我们今天讲的空间时间 到那个时候都等于零 这个是真相 我们学府 不是别的 主要就是要了解这个真相 我们要在这种真相里面生活 那就是佛的境界了 这个境界就是大臣经上讲的极乐世界 就是大臣经上讲的化脏世界 我们自己要想修行正的这个境界 我们自己要想修行正的这个境界难了 太难太难了 为什么呢 你要把你自己的烦恼吸气断得干干净净 尽死烦恼 尘沙烦恼 无名烦恼 不是容易事情 那只是阿弥陀佛 现在在极乐世界的这尊佛 他真正是大慈大悲 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我们烦恼不要断 只要念他的名号 这个名号就好像这个电磁波一样 我们用这个方法来沟通 到我们寿命宗了的时候 居足 幸愿持明 幸愿主要晓得 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 发菩提心 幸愿是菩提心 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偶尔大师在药节里讲的 一项专念呢 就是幸 就是持明 我们这个讯息 常常联系 到时候 他帮助我们 借引我们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干什么 到极乐世界去修行 极乐世界好啊 好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好处 这是古来祖师大德参加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第一个好处 他那时候不叫好处 叫第一德 道德的德 第一德 现在我们来说呢 就是第一个好处 讲第一德没人懂啊 第一个好处 是什么 无量寿 你有无量的寿命啊 无量的寿命的时候 那你一生当中 你当然就成功了 你就能证得佛经经 这是第一个好处 我们在这个世间寿命太短了 学什么都学不成 说老实话 学一步经都学不成 你们现在想想 这华严经 你一生能修得了吗 我们现在从头到尾 讲一遍 这个讲一遍 并不是细讲啊 讲得很粗啊 讲得很简单啊 这样讲一遍 现在我们预计 至少要一万个小时 我们现在讲到十二卷 十二卷还没讲完 已经用了两千多个小时了 那么这一步已经总共九十九卷 所以一生 学一步经都困难 寿命不够吗 时间不够用吗 在阿弥陀佛帮了个大帽 让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换一个身体 所以首先要了解 这个信 佛心发信 信是不生不灭的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 信不生不灭 信要迷了 就叫做实 我们中国人称为灵魂 灵魂是 那是自信迷了 就变成这个形状 变成灵魂的 灵魂在六道里头投胎 不管怎么投胎法 他不生不灭 什么时候觉悟了 觉悟就成菩萨 就成佛了 觉悟的大自在 不觉悟 他被这个业力所转 在生的时候 他所造的是善意 心善 念头善 行为善 那么他所生的 这个生活的环境 人到天到 天有二十八成天的 如果他的心不善 思想不善 行为不善 他将来去生的地方呢 那就是 莫鬼地狱出生 这生莫道 所以这个神识 我们中国人讲灵魂 他就投胎 就等于不灭的 他会转变 他不会消灭 他要觉悟 他就转成佛心 迷疗 他就转成神识 他会转变 随着迷雾 他转变 他永远不会消灭 所以你要是真正了解 这个死是真相 你就不会怕死了 为什么呢 根本就没有生死 生死是什么 换个身体 换一个生活环境 好像我们移民 现在这个移民 大家是很清楚 很了解的 我们从中国移民到美国 这就是换一个身体 还可以换个身份 我们中国的国籍不要了 就拿一个美国的国籍 就换一个身份 就说你能换身体 你能够换生活环境 就一样嘛 那我们最近又从美国移民到澳洲来了 我们在澳洲要拿到公民了 又换了个身份 人没死 换了三个身份 换了三个生活环境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要懂啊 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 我们跟中国跟美国 许多亲戚朋友 同修 我们还常常联系 常常保持住 同样道理 如果你升到天道 你升到极乐世界 你跟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 很多亲戚朋友 也常常保持联络 也常常啊 去照顾他们 去看看他们 但是这个境界不相同 空间维持不相同 他到我们这来看我们 他很清楚 我们看不到他了 这是空间维持不同啊 我们虽然看不到他 我们常常纪念他 比如说我们这个 松金啊 拜佛啊 把功德回向啊 这是纪念他 但是他也常常来看我们 暗中保佑我们 还是常常保持往来的啊 如果我们修行 有足够的功夫了 足够的功夫就是什么 足够的定功 有足够的定功 能把我们的这个妄想 分别执着降低 降到一定的程度 这个感应就很明显了 他来看我们 或者我们就看他 定中啊 这个境界 空间和时间都不存在 定中不存在 所以定中可以往来 可以回到过去 也可以进入到未来 那么现在科学家知道 空间 确确实实 有不同为之 存在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突破 理论上有 像这些科学家们所说的 他们是用这个 加速度 如果这个速度能够超过光速 在凌晨讲的时候 就能回到过去 能突破空间 所以定功里面 这是我们学佛的人懂得了 这个空间为次 这个佛家讲的法界 法界就是科学家讲的空间为次 为什么法界这么多呢 从哪来的呢 是从妄想分别执着 变现出来的 那么你妄想分别执着 通通没有了 这个空间为次就没有了 就完全突破了 所以无论 我们的家庭眷属 在哪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都见面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往来了 跟不同维持空间的人往来 最早是婆罗门教 婆罗门教有一万多年的历史 我们佛教才三千年 他们就是修订 从禅定里面突破这个空间为次 所以六道轮回的这个现象 他们最早见到的 虽然见到 他不知道六道到底从哪来的 一直到释迦牟尼佛出世 才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讲明白 也就是过去 他们知道 当然不知道 所以然 佛出现之后 才把六道轮回的来由 应有说出来了 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 编线出来的 离开妄想分别执着 这个法界是一真 哪有是法界 换一句话说 决定没有空间为次 空间为次是个幻象 不是真相 那么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凭这一句佛号 但是这句佛号一定要知道 单念这句佛号 不发菩提心 不能往生 那个 欧耶大师给我们讲的 这讲的最清楚 最简单 最明了 真信 切愿 我真相信 一点不怀疑 我真得愿意到极乐世界去 真得愿意亲近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佛学 这个性跟愿 就是大菩提心 然后你只要一向专业 你这个条件具足 你就能往生了 往生是大死 必有因缘 这事件什么都是假的 事件事件有缘就做 没有缘 绝对不要去动这个念头 你要把这个精神 时间都浪费在事发上去了 这个大事因缘错过了 你到哪一生 哪一节才能再遇到 要懂 一定要懂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在这个世界一切随便 是为众生的好事情 有缘 我们去做 我有缘 不要去攀缘 这比什么都重要 释迦牟尼佛 许许多多菩萨祖师大德 在一生实现的 你看他做出的样子 我们要懂 我们要学习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为我们做的榜样 他实现的三十岁 成佛 大彻大悟 鸣心见心 这讲成佛 就是成就 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觉悟 智慧觉悟 圆满之后 那就教化众生了 一生从事与教学工作 教学也是随缘 所以说 佛不度无缘之人 有缘 遇到的时候 这就叫有缘 没有缘 遇不到 佛不会打这灯笼到处去找 没这种道理 谁遇到了 谁就有缘 佛灭度之后到今天 虽然他不在世间了 他的经典留在这个世界 我们能够遇到经典的 就是有缘 有缘人 遇不到经典的 那就没有缘了 遇到经典 你能够读诵 你能够理解 你能够相信 你能够依照经典的道理方法去修行 那你就成就了 这里头最重要的 是我们要放下身心世界 就是放下妄想 放下分别 放下职责 我们跟诸佛菩萨去沟通 这当中的这个界限 就能突破 我们今天修佛不能突破 什么原因 你还没有放下 这里头最重要的 是我们要放下身心世界 就是放下妄想 放下分别 放下职责 我们跟诸佛菩萨去沟通了 这当中的这个界限 就能突破 我们今天修佛不能突破 什么原因 你还没有放下 所以这个过时在自己 不在佛那边 也不在经典里头 在自己 自己信的不真 还有怀疑 还有妄想 还有执着 这就没法子了 这是祝佛如来 就是在你面前 也帮不上忙 这是你自己事情 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好处 无量寿命 无量福报 他这个无量智 无量觉 这是一般的讲法 经上讲的 是无量光 无量寿 经上这个意思很好 无量光 光是光明变照 代表空间 无量寿 寿是将代表时间 无量时空里头的一切无量 全都具足 一样都不缺 所以说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为什么会有求必应 因为一切都是你自信里头 本来具有的 你自信里头 本来具足 无量智慧 这智慧先前 无量才艺 才艺 的能都先前 无量向好 就是无量的福报 都先前 现在这个世间人 昨天我在悉尼也提到这些问题 世间人所求的 不外乎三种事情 一个是财富 一个是智慧 一个是健康长寿 这三样东西 在西方极乐世界 是大圆满 西方世界 无量的财富 你们看看 释迦牟尼佛在经典上 介绍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状况 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 不是泥土 是流利 流利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这个世间人讲的 翡翠 绿色的玉 这个一般价值都很高 西方世界的大地 大地是翡翠 所以翡翠的西方极乐世界 就一文都不值了 就跟我们这泥土一样 我们这带个翡翠剑之后 很高贵了 那到那裂个泥土 套在厨子上 这不是俏话吗 黄金 我们这人 宝贵得不得了啊 西方极乐世界 黄金是干什么 像水泥一样 铺马路的 黄金为地 是铺道路的 你看看 翡翠的地上铺黄金道路 你就不说别的 你说他多富足 我们这个世间 亿万富翁到西方极乐世界 是贫穷的不得了啊 没钱啊 西方世界 你看你所住的这个房子 都是七宝所造的 建筑材料是七宝啊 金银流利 确局 马脑 不是我们这里钢筋水泥 不是啊 你想象那多富足 意识住行 自然的 你想吃什么东西 念头一声 你说吃东西 已经摆满一桌了 在某某中国过去 过去皇帝 皇帝吃饭 这个菜啊 是一百道菜 不管他吃几个 你每一餐上菜的时候 一定是一百道菜 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比作皇帝还要富足啊 皇帝才一百道菜 你到那里 我要一千道菜 要一万道菜 念头一动 都本身变迁了 皇帝怎么能跟你相比啊 吃完之后 不要了 不要就马上就没有了 也不要去洗碗 也不要去收拾这些残剧 他就变没有了 还归于空 所以到那个世界 就是我们今天科学家讲的 能与值的转变 现在科学家懂得 确实是有这个理论 但是做不到 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做到了 想要的时候 把能量变成物质 自己尽情享受 不要的时候 这物质又回归到能量 什么都没有了 得大自在啊 你居住的房屋 想在地面 这个房屋就落在地面 想在虚空 他就升起来了 就升到空中了 到他皇帝去 不必要坐飞机 你这个房子它会飞啊 那就是你的飞行工具 随行所欲 向好光明 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 我们这个世间人贵相 你们看相的 哪个相贵相 贵相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西方极乐世界 人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经上你们看到 释迦牟尼佛做比较啊 不但我们世间人呢 没有啊 不能比啊 大凡天王 摩西首罗天王 那个富贵的相 要跟西方极乐世界 要跟西方极乐世界 下下平往生的人站在一起 他就像个乞丐一样了 不能比啊 没有一样啊 不诚心如意 念佛的好处啊 往生的好处啊 你要问往生 往生是真的吗 真的 一点都不讲 我这一生当中 轻盈看到的 站着往生 坐着往生 我看到十几个 听说的 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最近的 这年年龄 还要不到年龄 新加坡 居士林 成光别老居士 这是老林长 你看他往生 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的 我们的同学都 都去帮助他祝念 老居士年岁大了 八十多岁了 晚年身体不好 生病 实在讲 生病他在真学服 他没有生病的时候 他没有真学服 他是个银行家嘛 天天忙着事业 根本就没有时间读经 也没有时间听经 生病了 都没有发自了 在家里养病 每天躺在床上 无聊啊 李牧炎 把我们奖金的 露香袋 送到他家里 他每天看 越看越欢喜 他一天 看八个小时 不看的时候 他就念阿弥陀佛 念阿尼 时间不长 念阿尼 他就成功 有一天 他给李牧炎 居士说 他要往生极乐世界 李牧炎 居士跟他说 不行 你现在不能走 现在这个居士林 一切都不安定 你 只要你何在世纪 你的影响力还在 就希望你多照顾 好吧 那我就再等两年吧 这个两年到了 你看最后一届 他们居士林举行选举 换届 他做了轮椅去参加 那一天我也在场 这最后一次到居士林 回去之后 我听他家里人讲 他有一天在这个报纸旁边 写的是八月初期 他写了十几个八月初期 家里人也没人敢问他 不知道什么回事 八月初期 八月初期那一天 他往生 居立他往生前三个月 三个月就知道 那个时间日子那么清楚 八月初期 三个月之前写的 写了十几个八月初期 一知十知 从他生病开始听经念佛 差不多是四年的时间 那么你看他走了 走了之后 新加坡居士林 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有一天念佛堂 杜美玄居士 我以前不认识他 这个事情出了之后 都就是来找狗 出什么事情呢 陈光别居士的冤亲债主 不少人 这都不是活人 是鬼魂 不少到居士林去了 这些冤亲债主 原来都在陈光别家里 但是陈光别每一天呢 听经念佛 他们不敢动他 这听经念佛又会发生 所以冤亲债主 虽然在旁边围绕着 不敢动他 看到他往生了 这些冤亲债主都感动 所以他们跟着法师 我们法师每一天派法师去祝孽 四个人一般轮流去的 这些冤亲债主 跟着这个法师 回到居士林 他说居士林的护法神 没有障碍他 我们到居士林来 这个这个绝对不会 这个这个找麻烦 我们不敢找麻烦 我们来求皈依 他说我们看到 陈光别老居士往生 我们都非常欢喜 来求皈依 那个时候我正在香港 好像是全是打电话给我去了 那个打电话给我 说是这个鬼魂 要要皈依 我就跟他说 赶紧替他皈依 皈依之后 他要听进 那我们居士林的法师 就告诉他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五楼啊 四楼是念佛堂 五楼是讲他 每天都有法师在那边讲经 你们都可以到那边听经 他说五楼念佛堂的光太强了 他说他们受不了 然后几经商量 好 我们开放二楼 一楼 用这个电视 他们要求听地藏经 所以二十四小时播放这个地藏经的录像带 供养鬼神 鬼神最喜欢听的 是地藏经跟十善夜道经 这两部经他们最欢喜 听完之后 他们就离开了 发生这么一桩事情啊 杜美群 过了几天之后 大概好像一个多星期 他来找我 把鬼神附身这个状况 亲信告诉我 他当时昏迷 昏迷之后 他就不知道 醒过来之后 别人告诉他 他讲了一个多重点的话 他自己一句都不知道 但是他家里人呢 不相信 尤其他弟弟 他说这个事 决定不可靠 结果他弟弟那一天 听说被拔个鬼 狠狠地打了一顿 把他打的时候 推到那个 那个马路旁边的水沟 推到水沟里 受了重伤 结果有这个 救护车的时候 把他送到急诊室去 他就 他报警 他说他被七八个人打着 大声的 就警察来调查 问问旁边 旁边是什么油啊 他自己颠三倒四 自己掉下去的 没有人打他 七八个鬼打他 从此以后 相信了 全家人都相信了 杜美贤被鬼附身 渡了他全家 这个事情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了 这个灵美 附体 我也遇到很多很多 不少是真的 也有假的 假的很少 那个假的冒充的 他都有歧途 都有目的 越听越看 就知道了 所以要有能力 辨评 不要受这些 这些人欺骗 这个是我们 就是跟鬼神往来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谨慎 决定不能够受害 你细心 听听他们所说的 他们所献的这个像 非常值得 做参考 暂时信念的佛寺 是中风 禅死 这个是 元朝初年的人 他依照 弥陀金 拼的 一套 仪轨 这一套仪轨呢 专门是 超度亡人用的 我们修净土 用这个仪轨 非常 适当 这个仪轨里面 你仔细去看 他有战俘 有诵经 有念咒 这往生咒是念咒 有忏悔 有法悦 有回向 有皈依 这里面 一共 有八个 这个 修学的方法 非常完备 最难得的 是开始 这个开始 这个开始很多啊 开始非常精彩 对我们的修学 有很大的帮助 有很大的启发 所以他这个开始 如果诸位是 常常念 常常读 我相信啊 念久了 你们自己能误入这个境界 欺如境界 那是有大利益了 我们 现在把它当作 功阔来做 我们每一个星期 做一次 把它当作功阔来做 命呀 两厘 现在这个世界上 人苦 灵鬼也很苦啊 我们人 有灾难 这个世界有灾难 人不知道 灵鬼知道 这些年来 从灵界 透出来的这些讯息 讲到这个世界灾难的事情 很恐怖啊 那么他所说的 我相信 我不是相信 灵鬼这个线 传来的话 我是相信 佛在经上 讲英国 报应的道理 所有的灾难 物业 着感 你看看 你看看 现在这个世界人 他想些什么 他念些什么 他说些什么 他做些什么 你细细观察 你就知道 古人说 极善之家了 必有余亲 极不善之家 必有余样 现在整个社会 这一些众生 他记得是什么 念头 思想物 言语物 行为物 怎么会没有灾难 在从前 受过传统古老的教育 从小 教你怎么做人 中国的教育 从姚顺 在历史上有记载 姚顺到我们今天 大概是四千五百年 一直到清朝末年 中国教的是什么东西 教的是伦理 教的是道德 伦理道德 维系了这个国家民族 五千年 民国以来 大家都是崇尚于 西方的科学 把中国自己的伦理道德 舍弃了 这个物质生活 好像是提升了 这个水平提升 伦理道德了 没有了 社会动乱了 人性惶惶 可以说是 局势之人 几个人 有安全感 包括我们自己 你再去打听打听 问我 你有没有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 很可怜 很可怜 那么现在比较好一点的 学佛的人 学佛 真正学佛 真正得到佛法受用 心地比较清净 能有安全感 为什么呢 知道 读法实相 也就是 知道宇宙人生真相 知道 一切众生 不生不灭 只是转变而已 所以叫心安 理得 这个道理搞清楚了 心就安 道理没有搞清楚 他心怎么会安定呢 今天在这个社会 如果求得身心安稳 就是要把宇宙人生的大道理 搞清楚 搞明白 事实真相 明了了 你的心定了 你的心安了 你也知道 怎样生活 怎样工作 怎样出事待人久 这个三十心念里面 这个开始太精彩了 那么人过世之后 为什么要做棋 对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做棋 如果这个人 真地念佛往生了 实在讲了 那就不必要做棋了 往生的人 生天的人 人在这一生当中有大善 死了以后生天 生天跟这个往生 都没有中因 不必做棋 但是一般人 这个业障习气深重 他要是坐卧道 坐三卧道 或者是到人道 莱森还能到人道 但是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不是富贵人 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都有中因 这个中因一般存在呢 是四十九天 就是七个七 中因呢 每一个七天 他有一次变异生死 也就是说 他每个七天的时候 有一次很痛苦 很痛苦 那么在这个时候 给他诵经 念佛 或者给他修这个灿伐 回向给他 能够减轻他的痛苦 这个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说的 所以坐骑是从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来的 你去读这个经你就知道了 所以人 决定不能自杀 自杀 那真是痛苦极了 为什么呢 凡是自杀而死的 就是东因生 没七天 他又要自杀一次 他不是一次就了了 没了啊 没七天又重演一次 很痛苦啊 你不是上吊死的 没个七天才去吊一次 服毒死的 没个七天 他又要去服毒一次 所以在这个时候 家庭眷属呢 给他修福 他能减少这个痛苦 或者是不受这个痛苦 如果没有家庭眷属 给他修福 他就决定不能够避免 那么这是服务给我们说的 七个七 你要是懂得佛法 七个七都要做 不能说选择几个 其他的可以不做 不可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